我是艾亚伯音员 今天帮黄永昌老师讲名画背后的故事 为你们讲一个有关法兰西斯的故事 名画后面的历史故事 你有看过这个名画吗? 是法国大革命的名画吗? 不是不是 它不是法国大革命的场景 而是另外一革命 七月革命 这幅作品的名字叫做 自由引导人民 自由引导人民 这幅作品不是描写法国大革命的作品 事实上是大革命之后的七月革命 由法国浪漫主义的大师 画家欧人 德拉克罗巴 Eugène Delacroix 为今年1830年七月革命而创作 七月革命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革命 以暴力抗争的方式 推翻查理时事的统治 革命只用了三日 就把查理时事推下台 由奥尔良公爵路亦非利普及成皇位而告终 是一场皇室成员之间的权力革命 查理时事和奥尔良公爵都是皇室的人员 他们都参与共和制的选举活动 也许你不知道吧 法国大革命之后还有很多革命啊 革命党人被推翻 皇室人员又参加 政治又给退换 一个党推翻别一个党 政治斗争多如牛毛啊 法国大革命之后 不断有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革命 也许这是法国的政治生态 现在几个月就有什么政治运动了 名画《自由引导人民》 是大师德拉克洛瓦 运用激情豪迈和强烈的色彩 戏剧性场景 激情浪漫的手法描写自由女神 呈现出人民的力量 画中的女主角是自由女神 她引领巴黎市民冲出路障 踏着同伴的尸体面向人民 号召起来革命 一手挥舞着刺刀步枪 高举象征革命的红白蓝 三色齐法兰西斯国旗 而自由女神是法兰西的象征 画中的大礼帽代表贵族的男子 引起广泛争议 可能是德拉克洛瓦 把不同阶层的人都画进这幅历史画之中 也有传言说画家想出这个题材的时候 请了一些马戏般的人来做模特 他们穿着古古怪怪的服饰 扮演不同的角色 你稍微小心地看看这些帽子都是马戏团的帽子 而不是普通法兰西的绅士帽子 无论如何 自由引导人民是法兰西最有代表的油画作品 1980年法国政府推出自由引导人民的邮票 自由引导人民在1983年成为一百法郎钞票的图案 自由引导人民作者德拉克洛瓦 创作年分1830年 油彩画布尺寸位259×325厘米 现收藏于罗浮宫 我是黄永畅的艾尔博音员 欢迎你们收看黄永畅老师的视频 他会讲很多有关美术史艺术这视频 记得订阅点赞分享哦 期待会 容 hall ES 听 god web